下面我们可以去为小尺寸的设备去设置一个短点 iPad在垂直的状态下 那么它的宽度是768像素 我们可以设置在这个宽度以下的媒体的查询 一般智能手机的垂直或者水平方向的宽度都会小于这个尺寸 先打开页面的加载的样式表 然后去设置一下这条媒体查询 那么这条媒体查询的意思就是 如果可视窗口的宽度小于或者等于767像素的时候 就会去应用我们在后面的大括号里面设计的样式 那么对于小尺寸的设备来说 我们就不需要去把页面分成两栏去显示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堆砌在一起 这里我们只需要取消主体和边栏上面的浮动 然后再去把它们的宽度设置成100%就行了 在主体上面我们定义了一个man body的ID 一个逗号分隔开 然后再加上在边栏上面定义的sidebar这个ID 这样我们应用的样式会同时应用在这两个元素的上面 我们先取消一下浮动 然后再设置一下它的宽度为100% 保存一下回到我们的浏览器 先刷新然后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可视窗口的宽度 当这个可视窗口的宽度小于等于767像素的时候 主体和边栏会堆砌在一起 我们可以再预览一下这个布局的设计 先放大一下这个可视窗口的宽度 当这个宽度大于767像素以后 那么布局会恢复成两栏 并且这个宽度是流动的 等于960像素以后 那么页面的布局会变成固定的一个宽度 当这个可视窗口的宽度超过1200像素的时候 那么布局的整体的宽度会增加 主体和边栏上面的宽度也会增加